HELLO 大家好,我是BO 今天這影片是我準備了非常久的開架粉底屏蔽 這次一共準備了11款粉底 會從它的外包裝、粉底的質地、持久度、遮瑕度、困擁度、保濕度等等來做分析 所以假如說你對這影片有興趣的話,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款是MAYBELLINE的SUPER STAY 無敵特務持久粉底 這款粉底的外包裝是做著玻璃的平身配著白色的蓋子 它只有四個顏色,所以我覺得在色系上面選擇比較少 尤其是像我這樣子的中間膚色 它沒有辦法單用一罐粉底找到符合我膚色的顏色,需要混兩罐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比較麻煩一點 這款粉底主打高遮瑕、高持妝跟高控 並且裡面有添加它獨家的粉底 可以讓你上妝之後,高遮瑕的同時是沒有什麼粉感的 我實際使用之後,我覺得這款粉底它的粉底是屬於那種比較稠的質地 然後粉底比較乾 所以我建議你們上妝的話是使用那種濕的海綿去上妝 那個妝會比較添一點 那它的妝感是比較偏向霧面的奶油光的感覺 就是你雖然說是霧面的底妝 但是是可以透出光澤感的那種感覺 遮瑕度的部分我覺得應該是今天介紹的粉底裡面 最高遮瑕的一款粉底 它上完妝之後會覺得讓你的臉好像開了美圖秀秀一樣的美肌功能 這整片就是非常的無效 持妝度的部分我覺得非常的好 像這樣大熱天下一整天也不太會脫妝卡粉或斑駁 但是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它會有暗沉的狀況發生 大概會比你剛上妝的時候暗個0.5個色階左右 重量度的部分我覺得是中偏高 總體來講我覺得它是一款適合去重要場合擦的粉底 會讓你的底妝一整天都維持得很好 而且各方面我覺得都表現得不錯 適合的膚質的話推薦給混合肌跟油肌的朋友 第二款是Mabelin的FIT ME反孔特務粉底液 這款粉底的外包妝也是玻璃的瓶身 因為我把它的顏色給大家去做選擇 這款粉底它主打就是控油修飾毛孔 然後保濕又貼合你的肌膚 我實際使用之後我覺得這款粉底的質地 比較偏向水乳狀 然後延展力非常的好 不過它的保濕度是重偏低 而且它乾的速度很快 所以建議你們上妝的時候 就是快速的把它推開 那這款粉底剛上上去的妝感 是有點就是光澤感的妝感 那會下之後它就比較偏向霧面的妝感 而且它是非常的乾爽的 因為遮瑕度我覺得沒有到那麼的高 大概就是中等度 像瑕疵的部分的話 還是需要使用遮瑕來去另外遮 持妝度的部分我覺得是中等 像現在的大大天使用一整天啊 像我這鼻翼的兩塊還是會有點脫妝 那快速度的部分的話也是中等 就是大概是四五小時之後 我的臉開始就會出油 然後到晚上就會變得就是還蠻油的 就是奶油肌的那個狀況 總體來講我覺得它是一款自然 然後又有修飾毛孔的粉底 適合的膚質的話我覺得混合肌比較適合 那建議大家呢就是在夏天使用的話呢 還是要做好妝前的控油 不然它還是會有點脫妝斑駁的狀況發生 第三款呢是L'Oreal的24小時無瑕幼潤粉底液 外包裝也是玻璃的平身 不過我覺得它的份量感比較重一點 這款粉底液它一共有三個顏色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主導就是各個膚質啊各個季節啊 都可以使用並且是24小時持妝的 我實際使用之後 我覺得它這款粉底的質地比較偏厚 然後比較偏稠一點 而且它保濕度是比較偏低的 像是乾淨你在冬天使用的話 一定會覺得這款粉底液太乾 這一款粉底液的妝感呢是比較偏向光澤的妝感 遮瑕度的部分呢是中偏高 一般的瑕疵可以遮個八成左右 不過它的粉感其實還蠻重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使用量 持妝度的部分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可以讓你妝感維持一整天 不過我覺得它有個過渡期就是 就是你剛出油的時候那個妝感不是很漂亮 但是等這個過了之後呢 妝感就還ok 也不太暗沉 礦龍度的部分的話我覺得是中等 一整天下來的話它還是會變成奶油肌的狀態 總體來講我覺得它算是一款 就是各膚質跟各季節可以使用的粉底 但是我覺得並沒有像文宣講的這麼誇張 還是要看一下季節性啦 像是夏天的話就比較適合乾肌跟混合肌 那冬天的話呢就比較適合油肌 然後這款粉底的缺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它的色系選擇上面真的太少了 所以這一點呢就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第四款呢是L'Oreal的24小時橫霧無油綠粉底液 這款粉底它還有五個顏色可以去做選擇 並且主打就是無重力的輕盈粉體 就是讓你上在臉上呢是非常的乾爽舒服 並且你不用上蜜粉呢就可以達到定妝的效果 擁有強大的那種稀油粉體 可以讓你一整天都非常的控油持妝 那我實際使用之後我覺得它粉底的質地是比較偏水潤感 而且延展力很好 就是你當用手上妝都可以把粉底上得非常的均勻 但是保濕度的話就比較偏中等一點 它沒有說到非常乾 不過就是對乾肌來講的話 可能妝前保濕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款粉底應該是今天介紹的所有的粉底裡面 最輕最輕最輕薄的一款粉底 就是你上在臉上會覺得好像沒有上妝一樣 就是非常的輕盈舒服 那它雖然說薄透 但還是具有輕微的修飾效果 瑕疵、黑眼圈的部分可以修飾大概五成 但假如你要達到比較高遮瑕的效果的話 還是要另外上遮瑕 持妝度的部分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一整天下我的鼻翼旁邊會有一點卡粉 還有它有一個暗沉的狀況 你剛上妝過一下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的底妝的顏色怎麼比你剛上妝的時候 還要再按一個色階 所以在粉底顏色挑選上面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總體來講我覺得它真的是一款輕薄 然後又控油又抗汗 然後又適合夏天的粉底 適合的膚質的話 我就比較推薦給混合肌 跟郵寄的朋友可以試試看 但是選色上面 我覺得這款粉底也是比較偏粉 所以黃皮膚的人 就是也比較難挑一點 第五款呢 是Catrice的磁激柔膠粉底液 這款粉底的外包裝 它是做的像這樣低管的設計 然後整體是玻璃的平身 一共有四個顏色可以讓大家去做選擇 不過我覺得它色系上面要不是太粉 就是太黃 所以有點難選色號 它主打的是像第二層肌膚一樣 並且是高遮瑕 然後又讓你高持妝的粉底液 我實際使用之後 我覺得這款粉底液的質地 是比較偏向精華水狀的質地 但是它的保濕度並沒有這麼的高 是屬於中偏低 像是我妝前保濕沒有做好的話 使用這款粉底液 就會有一點卡粉斑駁的狀況發生 那這款粉底液的妝感 是屬於那種比較偏向霧面磁激柔膠的那個妝感 但是我覺得它的面具感其實還蠻重的 那遮瑕度的部分的話其實我覺得要遮瑕度的中等 像是一般的小瑕絲其實它可以遮的就是還不錯 持妝度的部分我覺得像是現在的天際 對於我的臉頰來講還可以 但是針對於像是我的T字鼻頭 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它會有那種斑駁 然後像豆花散開的那個感覺 就是有點崩壞 然後它會有一點暗沉的狀況發生 特朗度的部分我就覺得比較一般般 沒有特別出色 但是也並沒有說到很差這樣子 那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款粉底液對我來講 我覺得沒有到很適合 而且我覺得對它有點失望 就是整體的妝效 我沒有像網路上面的評價那麼的好啦 而且它會讓我有點長悶痘 所以這款粉底我沒有很喜歡 那適合的膚質的話 我比較推薦給混合肌的朋友試試看 第六款是KAT的 林霞機密微霧光粉底液 這款粉底的外包裝是做像這樣子的塑膠瓶身 然後蓋子的部分有點容易沾指紋 它一共有六個顏色可以去做選擇 那它主打就是乾爽不黏膩不厚重 然後號稱液態的粉餅 我實際使用中我覺得這款粉底 它的質地比較偏向那種 輕膚滑順的質地 延展力很好 就是你單用手 也可以把底妝推得很均勻這樣子 那這款粉底推開的時候 會慢慢轉為粉底 所以乾的速度也還算快 但它上妝的時候手腳要快一點 這款粉底它的妝感 就是那種微霧光的粉底妝感 會讓肌膚整體看起來非常的好 很像我上了一層就是具有那種光澤感的粉底 然後又輕微壓上蜜粉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漂亮 出妝度的部分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空溶度的部分就比較中等一點 像現在使用的話出油量就會有一點多 那這款粉底液的缺點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它會有點輕微氧化的狀況發生 就是你剛上上去乾了以後 它會暗一點點 所以大家在色號的選擇上面也要注意一下 總體來講我覺得它真的是一款就是 輕薄自然 然後妝感又非常美的這種微霧光粉底 適合的膚質的話呢是乾肌跟混合肌 那乾肌的部分我比較建議你們在夏天做使用 第七款呢是Etude House的長效待機持妝粉底液 這款粉底的外包裝是玻璃的平身 不過蓋子的部分呢有一點容易髒 顏色的部分的話我當初買的時候只有5個顏色 但是現在已經到了11個顏色 就是有更多顏色可以去做選擇 那這款粉底的顏色在官網呢 跟實際上面的顏色有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建議你們不要看官網的顏色 還是實際去店面看會比較準一點 實際使用之後我覺得它的質地是比較偏水一點 然後是很柔滑滑順的 那這款粉底它的保濕度比較偏低 就是像我在冬天使用的話 我的妝前保濕一定要加強 不然會覺得有一點乾 那它的妝感的部分是屬於那種 帶有光澤感的霧面粉底 然後又不太會黏膩 遮瑕度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算是中偏高 你單上一層其實遮瑕效果還不錯 但是你上個兩層之後 它可以達到更高遮瑕的那種效果 這款粉底其實我之前非常的喜歡 而且我就是幾乎快用完了 因為我覺得它算是一款 就是具有一定水準的遮瑕度 然後持妝度跟控油度的一款粉底 也不會斑駁卡粉 然後也不會暗沉 這件的膚質的話呢 我覺得是混合肌最適合這款粉底 第八款呢是Remote的25小時極限長效持久粉底液 這款粉底的外包裝是做像這樣子 紅色蓋子的玻璃平身 並且能有四個顏色 那它主打呢是讓你25小時長效持狀 不管是在悶熱的天氣還是高溫的天氣 就可以讓你妝效維持一整天 並且呢是高遮瑕又不厚重的 那我實際使用之後 我覺得這款粉底的質地呢 比較偏向那種黏稠的質地 而且它那個香味很濃郁 然後粉底呢又還蠻乾的 就是你上妝的時候呢 用那種微濕的海綿 它那個妝效才會比較服貼一點 妝效呢是屬於那種微霧面的粉底 然後它上完之後 我覺得它那個悶熱黏膩感是非常強烈的 所以我每次使用這款粉底啊 都需要使用大量的蜜粉 才可以消去那個黏膩感 那關於遮瑕度的部分 我覺得它對於那種紅豆啊 或是泛紅啊的那個修飾效果 其實還不錯 持妝度的部分 我覺得它一整天下來會暗沉 大概也就是會按個半個色階 或一個色階左右 坑油度的部分 我就覺得中等並沒有到超級恐油 總體來講 我覺得它算是一款蠻普通的粉底 並沒有像文軒講那樣子 就是這麼的誇張 所以其實我對這款粉底 真的喜好度很普通 適合的膚質 就比較推薦給混合肌跟油肌的朋友試試看 第九款是REMO的超完美 穩肌保濕粉底液 外包裝有玻璃的平色 那這一款是藍色的蓋子 這種四個顏色可以去做選擇 並且主打清透的質地 還有24小時的高效保濕成分 可以讓你一整天都非常的保濕 然後呈現那種奶油肌的完美妝感 實際使用之後 我覺得這款粉底液的質地 是屬於那種清透 然後潤澤好退勻的質地 而且它的那個保濕度真的很高 就是一整天下來會感覺到我的臉 都是非常的潤澤的 那它的妝效是屬於那種 漂亮光澤感的含牛奶油肌 不過它的遮瑕度就比較偏向中等一點 屬於那種自然修飾的效果 那粉底我通常都是在冬天使用 它在冬天的實妝效果還不錯 就是一整天你臉都很亮 然後很保濕 也不斑駁不卡粉 不過它跟上一款粉底一樣 會有一點暗沉的問題 這一款暗沉的問題 沒有像上一款那麼的明顯 那關於控油度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沒有什麼控油度 因為它是屬於那種比較保濕款的粉底液 總體來講我覺得它算是一款 就是保濕又擁有水亮光澤的粉底 就非常的漂亮 適合的膚質 我推薦給乾肌跟混合肌的朋友 那在色號選擇方面 我提醒大家一點 就是你們可以選擇比較偏白一點點的色號 因為其實它們家的粉底 我覺得都會有一點輕微暗沉的狀況發生 還要注意的一點 就是這一款粉底跟上一款粉底 它們的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雖然說色號是一樣 但是顏色上面會有一點些許的差異 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 第十款是ZA的美白聚光粉底精華 這款粉底的外包裝 它是做的像這樣子 白色的玻璃平身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然後一共五個顏色 可以讓大家去做挑選 主打就是說它一上妝之後 都會與你的肌膚完美的融合 並且裡面有添加 就是玻尿酸的保濕成分 以及無暇亮白的粉底 可以讓你的臉瞬間的亮白 我實際使用之後我覺得這款粉底 它的質地是比較偏向粉底精華的 就是延展力很好 然後保濕度真的也是非常的高 那上妝之後 它真的與你的肌膚完美的融合 然後是呈現那種比較水潤光澤的感覺 遮瑕度的部分就比較中偏低一點 遮瑕度的部分 我覺得在冬天表現得還不錯 不過在夏天的就不太適合 因為會有大爆油的狀況發生 那關於暗沉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整體上面來講是明亮的 不過在我鼻頭的部分 就是比較容易的出的地方 我覺得它就會有一點些微的暗沉 總體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款自然 然後有保濕的粉底 很適合喜歡自然妝感的朋友 適合的膚質化呢 我推薦給混合肌跟乾肌的朋友 那尤其是在季節的交替啊 像是春秋兩季啊 我覺得這款呢就非常適合 因為它的保濕度呢 真的還蠻高的 最後一款呢 是Sophina的樣傑青妝奇蹟長效 粉底液的升級版 外包裝的是塑膠的品色 實際使用之後 我覺得這款粉底液 它的質地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水 就流動性很高 但是呢它的保濕度就是中等 乾肌在冬天用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乾 那它的遮瑕度呢非常的低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遮瑕度 因為它的妝感就是自然裸進 而且它是很貼合你的肌膚的 然後又乾爽不黏膩 很適合夏天 持妝度呢我覺得很好 我之前把它帶去環島 我有流汗 然後淋雨等等 就是發生了很多事情 但它完全沒有脫妝 整體的妝型都維持的非常的好 總體來講呢 我非常喜歡這罐粉底 而且我已經把它用完了 假如說你是喜歡自然樓妝感的朋友 一定要試試看這一款 因為它妝效真的很自然 只是它的討論度很低 我有點驚訝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大家可以試試看 推薦的膚質 其實各膚質都可以使用 以上呢就是這次的 開架粉底屏蔽的影片 那其實有一些我有做過實測 你們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拍這支影片呢 真的就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可以多多跟朋友分享哦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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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